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从小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 我妈和后爸出车祸的时候,我一滴泪没掉,晚上到家,才哭出来。 一父一母的哥哥江正出接管了家业,由于我是半夜哭的,他没看见,所以无情地称我为小白眼狼。 但我有个秘密,我喜欢他,并且偷偷在网络上练习写表白信。 至今,已经连载三年了,出稿还没打好。 晚上十点,我蹲在电脑前,绞尽脑汁响后面的部分。 光标卡在你就委屈一下,栽在我手上吗?不停地闪烁。 评论区,楼主,草稿打三年了,再等,人家老婆孩子都有了。 我叹了口气,纵览全局,评论区的留言,比我写得字多。 而我三年前,写的情话,还挂在开头。 当时火了,被网友疯传。 几千对用我写的情话表白成功的情侣回来跟我道谢, 还手拉手坐下面看热闹。 三年时间,评论区的情侣分分合合,结婚有娃的好几对。 我,原作者,出稿没写完,男人也没追到。 我熬到十一点,表白信修修改改,新增十个字。 眼皮子打架。 老粉丝烈火烤绵绵准时出现。 烈火烤绵绵,今晚就一行。 语气隔着屏幕都透着不满。 我叫江绵绵,昵称绵绵。 三年前她就焚我了,可能想从我这抄点东西去追女朋友。 于是认真回复,嗯,有点困。 毫无新意。 这是烈火烤绵绵对我今晚更新内容的严厉评价。 我有些沮丧,毕竟江正出日理万机,怎么可能喜欢我这个脱油瓶。 我揉了揉脑门,出门上厕所。 客厅里亮着一盏灯,江正出敲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文件。 一双修长的腿随意地全驱在茶几下。 微弱的灯光打在她冷峻的侧脸上,半明半暗,眼镜框折射出一抹幽冷的光。 竟然破天荒地没睡。 听见动静,她不动声色地抬起眼望着我,目光深邃。 我突然僵住,像个被狼盯住的兔子,后背毛毛的。 她对我一向很严厉,不赞同我熬夜。 绵绵,出来干什么? 江正出声音淡雅,有种蛊惑人心的禁欲感。 我要,她极有耐心,等我讲完。 上厕所,江正出勾勾唇脚,去吧。 我拖拖拉拉地经过她,突然被她勾着睡衣帽子上的兔儿拉回去。 扣子开了。 我扑通跌在沙发上。 江正出低着头,一张俊脸靠近。 我心脏开始扑通狂跳。 冷松木的香气袭来。 明明她衬衣扣子寄到了最上面的一颗, 可是侯杰一滚,就能看见衬衣被撑开的缝隙。 以后我在家,记得把衣服扣好。 江正出淡淡提醒我,替我扣上了圆鼓鼓的大钮扣, 收手时,指负不小心蹭过我的下巴。 有些粗糙,脸红什么? 她发现了我的异样。 我憋了半分钟,没,好了。 江正出没有理会我的辩驳,便重新投入了工作之中。 就说,江正出是个脑子只有工作的人, 每天忙得不见踪影。 我悄悄松了口气,颠颠去了洗手间。 回来的时候,江正出正准备回卧室, 她嘱咐我,困了就早睡,别熬夜。 我后知后觉,嗯,她怎么知道我困了? 思前想后,我觉得网友说得对。 等我磨磨叽叽写完信,可能江正出的孩子都出生了。 那我就永远没机会了。 于是一大早,我站在玄关,堵住即将出门的江正出。 今天是周日,但她依然要出门谈生意。 她视线扫过我精心打扮后的装束, 好笑地问,你想一起去。 客户约在高尔夫球场。 我不会打,只能坐在后面给江正出地水。 突然,身边袭来一片香风。 你是绵绵吧? 我是你哥哥的秘书,萧明悠。 初次见面,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熟悉了。 女人穿着深逼的黑色连衣裙,黑长发挂在耳后,别了个银色的珍珠发卡,眼神巨傲。 我皱皱眉,不喜欢她说话的方式。 太快了,我跟不上。 还没消化掉她的自我介绍,萧明悠就开始了下一句。 你哥哥喜欢什么? 平时有没有带别的女人回家? 见我一脸茫然,又压低声音问,她穿平脚还是三脚? 我缓慢地捋她的问题。 喜欢什么? 她喜欢骑马。 江正出骑马的时候,英姿萨爽,挺直的后背和翘臀线连成一体,流畅性感。 我也喜欢看。 有没有带女人回家? 我,没有带女人回家。 萧明悠看我一句一句地蹦,目光怪异,好像在看傻子。 可是我又不是天生这样,只是小时候受过刺激。 说话就慢了。 江正出进了个球,转身朝我走来。 萧明悠的第三个问题超纲了。 我盯着她,皱眉,若有所思地重复道, 平脚还是三脚。 等江正出走到面前时,话已经说出去了。 这下,萧明悠愣住了,江正出愣住了,我也慢慢地愣住了。 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江正出眯了眯眼,语气冷淡。 绵绵,她在问你问题吗? 萧明悠立刻站起,脸上挂着一种楚楚可怜的无辜。 江总,我什么都没说呢。 我揣着一瓶水,和江正出对视。 绵绵,什么平脚三脚。 她慢慢弯腰,靠近我,语气温和了一些。 哦,我语色了,实现慢慢落在她的下半身, 耳根渐渐红了。 江正出脸色一沉,真相大白。 萧明悠见情况不妙,江总,我还有事没做完,先走一步。 罪魁祸首跑了,留下我个倒霉鬼,被无辜牵连,耳根都熟透了。 在一片死寂里,我的下巴骤然被人抬起,对上江正出清冷的眼睛。 她语气平静地可怕。 我穿平脚,所以,把你的眼神收好。 天不热,但是江正出一句话,撩得我半个小时,热度都没退。 连她的生意伙伴都看到了。 江小姐很热,你好像出了很多汗。 我笔直地坐在凳子上,摇摇头,不热,江正出好像讨厌我了。 因为自从说完那句话,她就敲着二郎腿,坐在旁边,喝茶。 跟客户闲谈间,清冷的视线偶尔扫过我,又收回去,不着痕迹地和别人谈笑风声。 我只好低着头玩手机。 其实我的反应速度也玩不了什么游戏,只能刷刷知乎。 大神,请问这道题怎么解? 有人跟我求助一道奥数题。 我扫完题眼,几分钟后,开始默默地在屏幕上敲答案。 还好,做数学题的时候,我思维要比一般人快。 这是唯一一种,能让我触摸到正常世界的方式。 绵绵,走了。 江正出的声音自头顶响起。 我慢慢抬头,发现他正好看见了我的屏幕。 短暂的一瞬,便收回视线,朝我伸出手。 我慢吞吞,慢吞吞地把手放进江正出的掌心。 现场的老板们对视一眼,都发现我不太正常。 只是碍于他在场,没有点名。 江正出稳稳地握住我的手,定了套房,先送你回去休息。 哦,他要去别的地方不带我。 我把手往回扯了扯,江正出便感知到我的情绪。 有些无奈,那个地方你不适合去。 见我没有放松的意思,他笑了,绵绵,听话。 原来,我没跟出来的时候,他夜生活这么丰富啊。 他把我送回了房间,离开后,我捏着勺子,叹了口气。 心情郁闷地打开手机。 周末,大家都比较活跃,我刚上线,就有人发现了。 姐几个今天又来学怎么勾搭男人了。 多谢绵绵,你的方法很实用。 我当然知道很实用,只要是个正常速度的人类,百事百灵。 可惜,我太慢了,追也追不上。 要不送他个礼物吧,还能增进一下感情。 我在评论区问,请问,平角和三角有什么区别? 评论区突然炸了。 哇,绵绵勇敢。 本蕾打了。 嘻嘻嘻,绵绵威武。 我第一次遇到如此激烈的场面,短短三分钟,评论刷了上百条。 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吃瓜群众加入了讨论。 热火朝天。 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在给我推荐店铺了。 烈火烤绵绵突然出现,要送礼。 嗯,先了解一下区别。 容量问题,不建议三角。 我皱眉,想了好几分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烈火烤绵绵,已经转移了话题,吃饭了吗? 五分钟后,正在吃。 他还挺有耐心,秒回,今晚继续写。 不写了,我情绪不高。 他顿了一会儿,问,为什么? 十五分钟后,招风引蝶的人不配。 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单了一家店铺。 刚放下手机,门突然被敲响了。 萧明悠站在门口,穿了件贴合身体曲线的白裙子。 笑容和蔼可亲。 绵绵,有个事请你帮忙。 我想送江总礼物,但是不太方便亲自给他,所以这个东西你帮我拿着,还有一封信,就当帮我个忙。 我不,谢谢你了,等咱们成了一家人,嫂子天天带你出去玩。 他来去匆匆,说话连猪泡一样,我根本插不上话。 等回过神来,人已经不见了。 我手里提着礼盒,发现了个很严肃的事实。 我有情敌了,我得拒绝他,并且和他说明白。 我也喜欢江正初,咱们宫廷竞争。 可是,去哪找萧明悠呢? 几分钟后,我穿着酒店的一次性拖鞋,出现在顶层的露天酒吧。 四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我一眼就看见了江正初。 西装革履,身高拔裙。 站在一群美女中间,低声跟老板们商谈合作。 贴合的裁剪线勾勒出他挺拔优越的身材。 昏暗的灯火中,他唇角挂着一丝游刃有余的笑, 十足的钻石王老五。 哦,原来他在外面这么会勾搭人。 我走过去,阴沉沉地拽住了江正初的后摆, 想跟他要萧明悠的联系方式。 他一回头,看见是我,注意力瞬间从生意上撤回来, 张老板,抱歉,有些私事要处理。 他微微放低了身子,靠近我,雨调低沉, 绵绵,你怎么来了? 说话时,瑞丽的目光冷冷贴向我的后方, 逼退了一群对我虎视眈眈的男人。 我要萧,江正初视线粘在礼盒和上面一封表了花边的信上, 突然表情一空。 没听我说完,就笑起来,视线温柔的滴水, 这是给我的。 他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好像发情期求偶的野兽。 是萧明,江正初接过去, 一层笑意在他深邃的目光里渐渐铺开。 我收下了,谢谢绵绵。 我突然住了嘴,好半天没蹦出一个字, 因为我发现自己成了一只该死的丘比特信使。 信封上大喇喇写着江总亲戚, 他又不瞎,能看不见。 你瞅他那个不值钱的样子, 一封信就心花怒放, 喜欢萧明忧很久了吧。 江正初拎着东西, 带着我去了自己的卡座。 他又开始跟张老板谈事情, 只不过这次唇角挂上了如沐春风的笑, 语气也轻快了许多, 颇有些情场得意的味道。 远处, 萧明忧给了我一个干得漂亮的眼神。 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利落地掏出手机, 愤怒地删掉了情书心血的一句话, 我喜欢你。 露天酒吧里, 人来人往。 我端着一杯橙汁, 缩在一角, 快要把自己发酵成一缸醋了。 有人想活跃一下气氛, 于是开口讲了个笑话。 有天, 小猪梦见自己变成了水手, 小猪妈妈说, 孩子, 梦都是相反的。 果然, 小猪长大后, 变成了火腿。 讲完之后, 大家都笑了。 只有我和江正初没有笑。 我是生气, 他脑子大概被萧明忧糊住了吧。 萧明忧眼关鼻, 鼻关心, 端起酒杯娇羞一笑。 江总, 这次事情谈妥,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您想怎么奖励我? 四周传来暧昧的启哄声。 萧小姐跟在江总身边有些年头了, 不如趁这次, 上次您替萧小姐挡过酒, 咱们大家都清楚呢。 江正初以着沙发, 若有肆无地贴了我一眼, 礼貌地微笑, 你想要什么? 萧明忧眉眼如丝, 微微叹身, 露出了事业线, 那就要看江总。 哦,草! 他后背突然被人一撞, 酒全脱在江正初的裤子上。 萧明忧飞快地捂住了嘴, 难以置信自己刚才怎么抱了粗嗓, 气氛都尬住了。 暗红色的酒液很快渗进去, 面料吸饱了水, 乖顺地吸在人体的曲线上, 勾勒出某个不可描述的部位。 江正初的裤子本就贴身, 被液体浸湿后, 跟裸奔无异了。 果然, 天赋异禀, 众人大气不敢喘, 恨不得把眼珠子摘下去, 以免承受江正初的怒火。 只有我, 眼睛在没来得及一开的时候, 突然张开嘴, 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哈哈哈哈, 迟来的脑电波告诉我, 水手变火腿, 真的很好笑, 但是落在别人眼里, 就是幸灾乐祸。 江正初垂下眼睛, 不动声色地用衣服盖住了自己, 目光幽深, 绵绵, 你笑什么? 对不起, 忘了还在跟他生气呢。 我笑容一收, 我回去了, 江正初恩了声, 去吧, 困了就先睡, 不用等我。 现在连兰都不拦我了, 一路上, 我越想越憋屈, 觉得这三年来, 写的情书都为了狗, 于是往旁边的把台一坐, 掏出手机, 低着头一个字一个字的删情书, 头顶突然传来温柔的声音, 小姐一个人吗? 一抬头, 一个斯斯文文的帅哥站在面前, 喊着笑, 我想请你喝杯酒。 谢, 谢我不, 他转头悄悄把台, 一杯黑俄罗斯, 给这位小姐。 我傻眼了, 这么多年来, 我很少跟陌生男人交流, 因为迟钝无形中会带来很多麻烦, 比如现在, 我扭头就走, 却被他拉住手腕, 别不吭声就走人了, 我九百点了, 我掏出手机, 打开扫码界面, 准备把钱给他。 男人看见我送手机的动作, 了然一笑, 掉出自己的二维码。 B, 加了个好友。 男人开始自顾自地倒苦水, 我家里破产, 女朋友跑了。 就想找个人说话而已, 姑娘, 你长得跟我初恋很像, 昏暗的灯光下, 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侧脸录给了我。 我一脸忧郁地听着他瞎扯, 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远处的卡座。 江郑出在干什么? 哦, 拆礼物。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众目睽睽, 江郑出从礼物盒里, 挑出了一条迎风飘荡的骚气三角裤。 周围老板们的背影都僵住了。 萧明忧更是捂着脸, 若无其事地缩在角落里。 隔着很远, 我似乎听到江郑出脸皮掉在地上的声音。 随即, 他默默地拆开了信封。 垂眼扫了两行, 脸色一点一点阴沉下来。 小姐,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更像失恋呢? 男人温和地开口, 并用膝盖顶住了我的大腿。 我慢吞吞地往旁边挪了挪, 发现不远处的江郑出 已经沉着脸抬起头来。 晚上有时间吗? 他又问。 江郑出看见了我, 要不我们两个失恋的人凑一对吧? 男人的手搭在了我肩膀上。 江郑出站起身, 迈开大步朝我走来。 小姐, 您的酒。 调酒师推来成品, 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中, 诡秘的深咖啡色液体, 倒映着幽暗的光芒。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接过酒杯, 在江郑出不阴不阳的目光中, 慢慢地作了一口。 思, 真爽啊, 男人准备进一步动作时, 江郑出已经大步迈到他身后。 阴影投落, 山雨欲来。 不好意思, 她是我妹妹。 语调轻轻, 却带着一种恐怖的平静。 男人回头, 突然跳起来, 让开位置。 哦, 对, 对不起啊。 哦, 我只是她的妹妹。 江郑出整个人毫无遮挡地立在我面前, 但笑着, 话从牙缝里挤出来, 江绵绵, 你想造反。 在她逼刺的注视下, 我慢慢地, 示威一般地, 又作了一口。 很好, 江郑出笑了。 她气疯了。 我被江郑出 揪回了酒店房间, 伴随着砰一声, 门关上了。 江郑出一把把我扔在床上, 冷笑, 这么迫不及待地 给自己找个嫂子。 都说喝酒会令人迟钝。 我对着她, 露出祥和的笑容。 嗯, 心底乐开了花, 气死你, 气死你, 气死你。 她好像被气狠了, 不怒反笑, 那不如, 你自己给自己当。 一句话把我的CPU干烧了。 见我一脸困惑, 江郑出冷笑一声, 别想了, 小白眼狼, 料你也想不明白。 说完, 她拉开领带, 随手解开外套, 丢在旁边的椅子上, 又站在我面前, 开始慢条丝里的碗袖子。 莫名有种吃正餐前的仪式感。 是, 我反应不过来, 不过从她的态度来看, 刚才是在骂我。 我一股鹿从床上爬起来, 闷不作声地掏出手机, 点开屏幕, 动作从正常的0.1倍速, 提到了罕见的0.5倍速。 江郑出瞇了瞇眼, 你在干什么? 当然是删情书。 她一低头, 漆黑的瞳孔里, 倒映着以一秒两个字的速度消失的情话, 突然炸了。 江绵绵, 你敢删? 我怎么不敢? 手指速度提到了0.75倍。 江郑出原本和煦的脸色彻底沉下来。 她突然拎起我, 放到电脑前, 熟练地登陆了网站, 点净我的关注。 账号绵绵孤零零地躺在她的关注列表里。 几秒钟后, 界面上出现了我连载三年的情书。 我攥着手机的手抖了抖, 有种不好的预感。 江郑出浩正以侠地将我圈在怀里, 好闻的冷松木香从身后淡淡飘来, 掉了我三年, 你说不写就不写了。 江绵绵, 我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吗? 我吓傻了。 她, 她怎么知道的? 室内安静下来。 我像个木头人, 呆呆站在她怀里, 红着脸, 拾口否认, 不, 不是我写的。 哦, 不是你写的。 江郑出语气悠悠然然, 一副看我怎么狡辩的样子。 我改了口, 不是写给你的。 她轻哼一声, 嗯, 又变成不是写给我的了, 继续编。 我都快哭了, 毕竟欲敢告诉我, 如果不把这事搪塞过去, 我可能要为当面删情书的事情付出代价。 脑中灵光一闪, 我匆忙调出和烈火烤绵绵的私疗记录。 我有男朋友, 三年了。 江郑出替我把头发勾到耳后, 了然一笑, 你叫他一声, 看他答不答应。 我背过身, 给烈火烤绵绵发了个消息, 帮我个忙, 给我当一会儿男朋友。 叮咚。 我身后江郑出的电脑屏幕, 蹦出了一个弹窗, 您关注的用户绵绵发来一条私信, 帮我个忙, 给我当一会儿男朋友。 江郑出不轻不重的嘲笑声, 自身后传来。 他轻轻贴近我耳后的位置, 低雅性感的声线, 撩拨着我脆弱的神经。 你跟我谈了三年, 我怎么不知道? 空气变得微微燥热, 烈火烤绵绵五个大字, 不断在我脑海中盘旋, 冲撞。 仿佛此刻, 他滚烫的热度, 真的要烤了我。 我抖成了一团, 慢吞吞地蹲下身子, 想趁他不注意土盾。 江郑出简简单单一个抄底, 我就被拦腰提起, 撞进他怀里。 他像一个狩猎成功的恶魔, 露出一个危险又和煦的笑。 小骗子, 写不完, 今晚就别睡了。 写情书被郑主抓包, 是中什么样的体验? 就是此刻, 江郑出坐在我身后, 亲自盯着我把刚才删掉的字打回去。 他两只手臂刚好可以撑在我两侧的桌子上, 挽起的袖子露出仅是流畅的肌肉线条。 江郑出不仅不慢地扣着桌面, 慢慢来, 多慢我都等着。 可是黑俄罗斯的后劲十足, 还没一会儿, 我就开始投昏脑账。 光标卡在最后一句表白雨娜, 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江郑出见我捏答答的, 没什么精神, 把我转回去, 面对着他挠挠下巴。 醉了, 是醉了, 看着他这张脸, 这句完美的身躯, 还有藏在眼镜之后, 忧伸冷静的眼睛, 我的理智已经被酒精掀得一干二净, 意识上, 已经把它扑倒, 并吃干抹净了。 行动上, 脖子一软, 脑袋失去了支撑, 像个小锤, 东撞进他胸口。 我劝你束手, 江郑出没给我说下去的机会, 捏着下巴柔和地撞开了我的防线, 灼烫的酒意夹杂着绵软的暧昧。 很快, 我就化进一片炙热里, 阴缺氧, 眼前绽放出绚烂的烟花, 全身力气都吃在了江郑出身上。 他松开我, 盯着我急促呼吸的嘴, 问情书最后一句是什么。 我脸红了, 喜欢你, 谁喜欢我? 我。 他目光暗沉, 盯着人心里发慌。 我慢吞吞地贴近了些, 手挪到他的扣子上。 江郑出见我的动作, 眉间而微微一挑, 侯杰滚了下, 坐着眉洞, 一双眼睛就落在我红润的脸上, 颇有耐心。 俩然就是一副大灰狼坐等小白兔上套的情形。 但是这份耐心在我的努力下宣告浩劫。 江郑出闭了闭眼, 隐忍到极致, 才握住我的手, 音色低雅, 绵绵, 给你三秒钟, 解不开, 就换我来。 三秒钟太欺负人了, 明知道我反应慢。 我急得紧促着眉, 刚要说不行, 江郑出一把抱住我, 往大床走去。 三秒钟到, 绵绵, 唤我欺负你了, 由于睡前接触了大量信息, 晚上我做起了梦。 江郑出左手挑着平角, 右手挑着三角, 逼我选一个。 后来干脆音策策地把我绑起来, 说选不出来就要把我吃了。 绵绵, 温纯的嗓音传来, 唤醒了沉睡中的我。 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射进来。 我疲惫地动了动手, 腰部的酸麻感, 放电般便及全身。 好像, 熬了一宿, 起床吃饭, 江郑出心情极好。 我两眼无神, 慢吞吞地往床边挪, 努力想离江郑出远一点。 还不到半厘米, 他手臂横在我腹部, 往回一拉, 我重新回到了原点。 我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叫。 江郑出笑起来, 绵绵在某些事情上, 倒是一点也不慢。 我像个煮熟的虾仁, 憋了半天, 憋出了一股眼泪。 江郑出第一时间就发觉我的不对, 笑容一收, 将我搬过去, 正对着自己。 难受。 他眼底续着慌乱, 用指腹轻轻搓着我的眼睛, 使歌不好, 下次收着点。 我抱住他, 没有怪你, 哭不光是因为累的。 由于反应慢, 我没法跟他正常交流。 情侣之间表达爱意的方式, 江郑出一点也没感觉到。 这么多年来, 他都只是凭着我的反应, 来判断我喜欢或是不喜欢。 这很不公平。 短暂地思索后, 江郑出突然笑出声, 你的意思是, 没法跟我互动。 他轻轻在我耳边一吹, 我便打了个哆嗦。 江郑出的声音藏满笑意, 看, 绵绵, 有些东西, 你不需要开口, 我也知道。 江郑出上午出去了一趟, 因为公司有电话会议要开。 等中午回来的时候, 我还赖在床上。 他掀开被子, 绵绵, 起来吃饭。 我慢吞吞地往下挪了挪, 别管我, 我过冬了。 结果还是没拗过他。 趁吃饭的功夫, 我给江郑出面对面发了段小作文, 是我上午强撑着眼皮写的, 大致解释了, 萧明忧的礼物是怎么阴差阳错, 到了江郑出的手上。 他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 一道敲门声打断了吃饭的进程, 江郑出皱皱眉, 起身去开了门。 萧明忧扭泥的声音自门口传来, 江总, 昨晚我给您的信, 您看了吗? 啪, 我放下筷子, 这次说什么都不能忍了。 我走过去, 毛腰从江郑出的腋下钻到萧明忧面前, 冷着脸, 我要跟你公平, 江郑出手掌贴在我前额, 轻轻往后一推, 挡在我面前, 十分绅士地回绝, 抱歉, 我有女朋友了, 我希望咱们只是简单的工作关系。 萧明忧的视线, 在我和他之间来回打了个转, 难以置信地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 不是吧江总, 他, 他脑子不正常。 听到这句话, 江郑出的笑意突然消失。 在诡异的寂静里, 江郑出用轻的不能再轻的话反问, 你觉得他不正常? 脑中警铃大作, 我吓得缩起了脖子, 匆匆往后退。 完了, 江郑出要开始了, 后爸刚死那会儿, 公司元老不满他一个年轻人空降, 天天找人使绊子。 我曾亲眼见过, 江郑出不带一个脏字, 谈笑间把一个年过半百的股东大业对得嚎啕大哭。 这么多年过去, 他人母狗样地游刃于商场之间, 怕是有的人早忘了他当初的凶名。 萧明忧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难道不是吗? 说话不正常, 反应也不正常, 您喜欢他什么? 江郑出面带微笑, 开启了暴击, 我看你的工作态度也挺不正常, 要不另谋高就。 江总, 我跟您四年了。 萧明忧瞪大了眼, 你要开我。 哦, 四年我没给你开工资? 江郑出冷冷一笑, 跟我谈恋爱。 你想什么呢? 开得起价吗? 萧明忧震惊了, 直指自己, 又直指江郑出, 开, 开价。 你真搞笑, 又想要我的钱, 又想要我的人。 怎么好事权让你占了? 钱和感情两手抓, 真棒啊, 丐帮帮主都没你会要饭。 萧明忧的表情列出了道道细文, 丐, 丐帮, 你明明给我挡过酒, 要不是你这样, 我能误会。 几万一瓶的红酒, 你说喝就喝, 酒不要钱。 你醉了第二天, 谁上班? 工作谁来做? 我宿醉迟到叫放假, 你迟到叫矿工, 能一样? 我突然想起班里男同学过生日那天, 江郑出破天荒的没上班, 理由是前一天喝多了酒。 我不得不推掉了男同学的生日聚会, 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江郑出。 难道是那次? 萧明忧眼眶已经红了, 接近崩溃的边缘。 江郑出眼皮都不鲜, 开始查看公司股价。 择了声, 由于你的礼物, 公司股价下跌, 先扣你两千块吧, 再跌, 再扣。 萧明忧蛙地哭出声来, 你懂不懂尊重人。 江郑出冷冷一笑, 你尊重他了吗? 说完, 当着他的面, 砰一声关上了门。 我耳朵嗡嗡直响, 缩在角落, 以免他殃及无辜。 输出后的江郑出又恢复了温和的样子。 把我从角落里拉起来, 摸了摸我的头, 以后吵架的事, 交给我来。 经过一番权力输出, 江郑出对跑了自己的秘书。 出差期间无人可用, 所以他把我抓去当临时秘书了。 真正看到江郑出的行程, 我才知道他平常有多辛苦。 绵绵和宋老板的时间约到几点了。 我拿起规划好的时间表, 暂时给他看。 一眼望去, 时间规划和合理, 信息清晰明确。 甚至还能抽出时间吃个早饭。 江郑出笑了, 多亏你, 不然这辈子都吃不上一顿早饭。 我生怕给他掉链子, 所以在安排行程时, 尽量做到合理有效。 今天他要去谈一场收购。 我坐在大厅里, 面前摆着一杯奶茶, 等他结束。 突然远处跑来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看起来刚入职的样子, 江总的新秘书是哪位。 我慢吞吞地举起了手, 我, 他拎着一答, 资料跑过来, 这是江总要收购公司的财报。 我前天就交给萧姐了, 结果她给错了资料, 这份真实数据还留在手里, 没给投资顾问看过。 我粗略扫了一眼, 立刻给江正初发了消息。 等一等, 这份资料里有几个问题, 可能需要重新做评估。 说不定, 江正初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收购过来。 江正初推开门走出来, 绵绵, 怎么了? 小姑娘抱着资料, 江总才爆出问题了。 江正初身后, 跟着出来几位老板, 江总, 事情谈一半了, 您不会出尔反尔吧? 我走过去, 接过小姑娘手里的资料, 又借了一支笔, 趴在茶几上圈圈画画。 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份粗略的报告挤在资料空白处。 前后账务造假, 小披露太多, 只要细心看, 就能看得出来。 这种手段, 无非是想江正初收购的时候, 多给点钱。 我坐在沙发上, 无声地对几位瞒天过海的老板放冷箭。 江正初看完, 突然笑了, 白纸黑字, 几位认不认。 几位老板目光闪烁, 江总, 你, 你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 他看起来大学没毕业, 懂得有专家多。 是没专家多, 但是也不是傻子。 哦, 那就让我私的顾问老师重新做一下评估。 时间多久, 我就不知道了。 几位老板立刻软了身子骨, 别呀, 江总, 价钱好谈吗? 折半。 几位突然像吞了死苍蝇, 面面相去。 您, 您不能这样, 这太黑了, 那我去找顾问, 别。 一半就一半。 他们一脸肉疼, 江总, 价格定了就别改了, 快快签合同。 大厅空了, 只剩下我和小姑娘。 他有些崇拜地看着我, 你懂得好多呀。 我眨眨眼, 以前学过一点。 他一愣, 姐姐, 你说话为什么这么慢? 心里问题。 他两眼冒光, 哇, 那咱们江总真是了不起, 他对您一定很有耐心。 当初, 我妈带着我嫁给江正初爸爸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这个毛病了。 那时候, 我还比较自卑, 不敢跟江正初说话。 他在学校是天之骄子, 成绩名列前茅。 我呢, 考试写个名字都要几分钟, 回回掉车尾。 要不是数学成绩好一点, 连个大学都考不上。 在学校时, 江正初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话。 我以为他是嫌我给他丢人。 直到后来, 我在小巷子里被人欺负了。 江正初一脚踹倒了油桶, 你们赶他妈动他一下试试。 好学生江正初第一次为我跟人打架, 回去脸色挂了彩, 被家长和学校一顿狠踢, 我才知道, 他上学放学一直跟在我后面。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喜欢他了。 我也没想到他能喜欢这个样子的我。 小姑娘小心翼翼地告辞, 姐姐, 那你要去看心理医生啊, 祝你早点好起来, 你很棒的。 小姑娘的话在我的心里生了根。 回家的路上, 我望着窗外, 一言不发。 江正初从资料里抬起眼, 绵绵, 想什么? 腰窝一仰, 我顿时将住身子, 惊恐地回望着他。 这可是在车里啊。 司机拾去地升起了挡板, 资料被江正初随意一扫, 掉了一地。 我被他抱过去, 坐在腿上。 从刚才起, 一直不说话, 想什么? 我双手撑在他胸前维持平衡, 热度隔着衬衣, 一丝不辣地透出来。 我红透了脸, 眉, 江正初的侧脸沐浴在阳光里, 娇尽尊贵。 只是眼尾初微微透着一丝疲惫, 看来今天的生意也耗费了他不少的心思。 你累呢? 累, 江正初把舌上后, 手掌贴在我后背, 将我关心他。 连连给我安排这么多工作, 好好的心。 我无声地看着他, 这不是他自己的要求吗? 这有名的? 骤然拉近的距离, 让空气急速升温。 江正初眼神渐渐变得暗沉, 轻轻一叹, 便闲住了我的唇瓣。 别动, 宝贝, 充惠殿。 江正初正值青壮年, 精力旺盛。 工作起来, 可以连轴转。 所以当我能修班, 已经是七天后了。 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详细地了解了我的情况后, 给出了意见, 想根治这个疾病, 得先找到源头, 愿意跟我说说你的过往吗? 我记不清楚了, 只知道那段记忆不太美好。 医生点点头, 那试试催眠。 好吧。 我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听着滴答的钟声, 陷入了黑暗。 起先几次都没什么效果, 后来随着精神渐渐放松, 水滴从管道上滴落的声音 逐渐清晰起来。 我好像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 睁开眼, 一束微弱的光穿入室内, 风扇呼呼转动。 我, 被关在什么地方? 你想出去吗? 旁边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我望过去, 虽然看得清五官, 却记不住脸。 他蹲在我面前, 又问, 想出去吗? 我点点头, 想, 那好, 待会我逃跑的时候, 你不要告密。 等我出去了, 就喊人来救你。 好, 我不告密。 我捂着嘴, 缩在角落, 看着他绕过杂乱的柏设, 猫到窗户下, 风扇不停地切割光线, 他拽着绳子, 瘦小的身体往上攀爬。 那扇半开的小窗户, 就是我们的希望。 突然, 不远处传来几个男人粗犷的笑声。 我浑身一抖, 猛地从梦中惊醒, 催眠戛然而止。 医生望着桌面上的钟摆, 才过去十分钟。 你想起什么了吗? 我出了一身冷汗, 坐起来, 摇摇头。 是想起一点, 可是直觉告诉我, 后面发生的事, 才是导致我变成这样的原因。 从医院回来后, 我偶尔会做噩梦。 频率不多, 但是每次都会在别人推门而入的时候, 戛然而止。 这天夜里, 我哭着惊醒。 江振出第一时间按亮了台灯, 抱住我, 绵绵, 做噩梦了吗? 我脸色苍白, 浑身抖个不停。 舅舅我, 好多血, 江振出一听这话, 脸色突然发白, 你想起什么了? 我头痛欲裂, 缩成一团, 紧钻着江振出的睡衣, 眉, 别担心。 江振出默默抽出纸巾, 替我擦掉额头上的冷汗, 稳健的心跳声, 给我带来一丝安宁。 我困得要死, 很快倚着他又睡着了。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江振出的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第二天, 他破天荒没有去上班, 和心理医生的约定时间就要到了。 我穿好衣服, 提着手提包, 在门口被他拦住。 你要去哪儿? 我想了想, 说, 出去玩。 他玩耳一笑, 带上我。 我有些担忧, 江振出别是老婆奴之类的吧。 太黏人了也不好, 总不能我去哪儿都得把他带上。 江振出似乎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是, 老婆奴, 去哪根到哪儿? 那我不去了。 江振出和我在客厅里坐着, 大眼瞪小眼, 直到我跟心理医生约定的时间过了, 他才起身去公司。 我披上外套, 出门打了车, 一位医生说约不上可以下午三点后去找他。 这个时间医院的人不多, 心理诊室更是少之又少。 我走过拐角, 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 他身影透过磨玻璃照出来。 我是江绵绵的家属, 我希望停止治疗。 敲门的动作停在半空, 我认出了江振出的声音。 他怎么来了? 江总, 这件事得由他本人来做决定。 没必要, 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江振出态度强硬, 撂下这句话, 起身拉开门, 跟站在外面的我打了个照面。 原本沉静的眸子闪过一丝慌乱。 绵绵, 我躲开他抓我的手, 后退了几步, 扭头就走。 江振出两三步追上我, 拉住我的手腕,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故意什么? 故意让我听到吗? 我拒绝跟他对视, 一路上车, 都没看江振出一眼。 他似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没敢跟我说话, 一直拿余光偷偷瞧我。 窗外人来人往, 我掏出手机, 敲了几个字, 你不该干涉我的隐私, 也不可以替我做决定。 叮咚, 江振出手机响了。 他认真地读完, 回了一条, 可是你晚上做噩梦。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绵绵, 治不好不会怎样。 也就是这句, 勾起了我的心酸。 没有人会一辈子喜欢慢半拍的累赘, 因为这个毛病, 我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 我的人生永远慢别人半步, 活在江振出铸造的茧子里, 单调的可怕。 要是能治好, 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是个成年人了, 你手不要伸太长。 很长一段时间, 江振出没有给我回复, 只是侧头盯着窗外, 脸色冷淡。 很明显, 他也生气了, 不然就该争分夺秒地处理文件, 而不是对窗外卖煎饼果子的阿姨感兴趣。 我扁扁嘴, 鼻子发酸。 西六, 鼻涕出来了。 望着窗外的江振出狠狠猝起眉, 叹了口气, 把我勾过去抱着, 低声说, 你要是不痛快打我, 别哭了好吗? 眼泪啪哒落在我的手背上, 我心里憋着东西, 给他发了一条, 我不想给你当累赘, 不想让你那么累。 如果我能正常说话, 就可以帮你扛一扛担子, 江振出的手掌盖在我的手机上, 俯身稳住了我。 唇边化尽了眼泪, 又闲又湿。 我闭着眼睛, 能感觉湿漉漉的睫毛刷在他的脸上。 江振出拖着我的后腰, 动作很轻很轻, 每个呼吸都给我带来直击心灵的振战。 绵绵, 咱们不吵了好吗? 江振出将头抵在我颈窝下, 轻轻喘息, 声音发哑, 我都听你的, 但是难受的时候, 不要瞒着我, 成吗? 我抱紧他的腰, 拍拍他的后背。 好, 那天之后, 我又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 可惜没什么进展。 在公司里, 我也不敢跟太多人有交流, 生怕大家像萧明忧一样。 其实我, 甚至给江振出惹来非议。 某天上班时, 我还是不小心听见几个人在聊天。 你们听说了没? 江总的妹妹是个傻子, 她不是代理秘书吗? 你找个机会请她出来喝咖啡, 看看她能不能听懂人话。 得了吧, 上次小王请她聚餐, 她里都没理。 不是吧, 还以为咱们江总铁面无私, 没想到为了自己亲戚, 赶走小姐。 果然, 闲话是不可避免的。 我低头看着熬夜做好的计划表, 拍了张照片给江振出, 并说, 今天中午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江振出说了句, 好。 他并没有问我要去哪里, 因为他答应我, 要给我独处的, 适应社会的空间。 倘若以后一直治不好, 也要有在这个社会独立生存的能力。 果然, 中午下班前, 有个女生跑过来, 绵绵中午跟我们一起吃饭。 好。 他惊呆了, 你怎么答应得这么快? 我为了这个字, 做了很久的准备。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聚餐, 今天来了好多同事。 大多数的人眼睛还是落在我身上, 目光充满打量和好奇。 我打开事先准备好的PPT, 大家好, 我是江绵绵, 因为一些原因, 说话很慢。 我是个智力正常的人, 肚子饿了知道吃饭, 下雨了知道往家跑。 能听懂你们说话, 也能回复, 只不过要慢一点。 下面是我在校期间得过的奖项。 随着PPT不断播放, 大多数人眼睛越睁越大。 天哪, 绵绵, 你还得过这个奖啊? 听说很难爱。 你测过智力吗? 140以上吧。 卧槽, 我好像知道你, 你不会是网上那个叫智星的数学大神吧? 我想过他们会对我的PPT嗤之以鼻, 也想过他们会变本加厉地联合起来欺负我, 孤立我。 毕竟这种事在上学时, 时有遇到。 可是现场的情况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江正初推开门进来的时候, 我正被一群人围在里面。 对不起啊, 绵绵, 之前是我们说你闲话了。 我觉得数学好的人超级牛掰得好吗? 绵绵, 购物结满检规则, 你一定能搞清楚了。 拜托你救救我们吧。 你们在干什么? 隔着人群, 一股低气压横空飞来。 喧闹声一停, 四周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中。 众人一晤而散, 乖乖回到座位。 江正初就站在对面, 眼底的杀气 在看见我手机的十几条好友请求时, 归于温和平静。 聚餐吗? 你们继续, 不用管我。 众人静若寒蝉, 很快给他空出了我身边的位置。 江正初自然地坐下来。 我咬了勺田玉米给江正初, 偷偷拽了拽他的袖脚。 他知不知道自己脸一板, 怪凶的。 江正初微微侧头, 接过了我手里的勺子, 瞬间众人跟解了洞一样, 开始吃饭。 那个, 绵绵, 坐在角落的程序员小哥, 弱弱地喊了我一声, 红着脸问道, 你, 你愿不愿意跟我下班后, 去看个电影。 众人, 也顾不得江正初在场了, 立刻集体起哄, 哟, 小张, 开窍了。 为爱冲锋的勇士, 连老板都不怕了。 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只有江正初, 饭还没吃一口, 脸就黑成了碳。 脸色写了几个大字, 你他妈敢, 公然挖我墙角。 今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挺高兴。 但是坏消息是, 因为小张的勇敢发言, 我回家吃了苦头。 江正初刚回到家, 就把我圈在餐桌旁, 皮笑肉不笑道, 行啊, 绵绵在哪里都受欢迎, 哥哥老了, 不招人喜欢了, 对吗? 我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 喜欢, 江正初游离, 闪出细细的光影, 他听着手飞, 弄在我身上, 就像我一样, 喜欢谁, 哥哥, 江正初游戒一鸣, 看我看看, 你是怎么喜欢哥哥的, 那天,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他很高兴, 毕业前, 我已经认识了很多朋友, 公司的实习经历也有了, 江正初也渐渐不再提心吊胆地看着我, 于是很不幸地, 某天出门, 我被人钻到了空子, 绑走了, 也不是强硬的绑, 就是几个衣冠楚楚的人, 强硬地请我去喝咖啡, 然后把我转上了他们的车, 一路上, 几位对我还挺客气, 只要你哥哥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们会把你毫发无损地送回去的, 一个年纪比小的绑匪问, 开车的, 大哥, 咱们要多少合适? 十万够吗? 我戳了戳他, 他凶巴巴地扭过头来, 你想干什么? 我把提前打好的字给他看, 要不我给你十万吧, 这些小钱不用找他, 小弟结结巴巴地禀报, 大, 大哥, 他说他就有十万, 大哥吐了口烟, 那就二十万, 我也有, 车内沉没了, 老二稳重一点, 我们是想要江正出亲自来跟我们谈判, 你以为我们真稀罕几个臭钱? 二哥二哥, 二十万也稀罕稀罕, 我又打了一行字, 请问你们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三个人沉没了, 直到下车都没再搭理我, 汽车开了很久, 也不知道开到了哪里, 但是幸运的是, 他们忘记收我手机了, 江正出已经报了警, 绵绵, 不要跟他们硬碰硬, 等我, 小车一路行驶, 进了一处废弃的仓库, 刚下车, 看到眼前的场景, 我突然脑子里嗡的一下, 本能地往后一缩, 愣着干什么, 进去, 我突然对黑暗的房间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一步也不敢挪, 人带来了, 一个刀疤男出现在视野里, 他好像是三个人的头头, 刚一出现, 三个人都对他毕恭毕敬的, 老板, 咱们这么做能行吗? 刀疤男冷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 不想要钱就撤, 这是我自己干, 一句话下去, 三个人静若寒蝉, 给江正出打电话了吗? 没, 三个人一拍脑门, 怪叫, 手机也忘了收, 四双眼睛齐齐看向我, 我, 手机掉了, 此刻正在车座子底下, 把我的位置共享出去, 刀疤男面无表情地把我拽过去, 给江正出发消息, 自己带现金过来, 不联耗的, 要是敢报警, 就等着撕票吧, 我再也没有推脱的理由, 废弃工厂路线齐驱, 我被半拖半拽饶了很多路, 扔进了小黑屋, 刚一进去, 我便浑身打了个冷战, 不停转动地排气扇, 昏暗的环境, 半开的天窗, 恐惧大山般向我压来, 他们从外面上了锁, 支呀支呀的金属摩擦声像, 一把无形的锯子, 切割着我的思绪, 童年的记忆潮水般涌来, 我无助地缩在角落里, 抖成一团, 你想出去吗? 旁边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我看清了他的脸, 跟江正出很像, 想, 那好, 待会我逃跑的时候, 你不要告密, 等我出去了, 就喊人来救你, 好, 我不告密, 他摸了摸我的头, 抱抱我, 乖一点, 别害怕, 他们问你, 就说你睡着了, 不知道我去哪了, 我摸着嘴, 刚才的哥哥去哪了呀, 我睡着了, 不知道, 男人脸一沉, 都找一找, 是不是跑隔壁去了, 我看着他们朝着江正出的方向去了, 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叔叔, 我好像看见他, 往那边跑了, 我浑身都在抖, 将他们指向了反方向, 我知道, 只要他逃出去, 我就能得救, 他们立刻追了过去, 半个小时后, 他们在窗户外, 发现了江正出的脚印, 与我指的方向相反, 随即便将怒火发泄在我身上, 我挨了几巴掌, 掩掩一息, 被他们拖着, 扔到篝火旁, 大哥, 逃了一个, 这个四票吧, 留着惹麻烦, 行, 玩够了, 弄死, 他们把我抱在怀里, 肆意地亲摸, 小小年纪, 怎么能乱说话呢? 大汉捏着炭火块, 贴在我嘴边, 来, 吃下去, 或从口出, 下次想好再说, 就在他的脏手, 伸进我衣服的那一刻, 嘟嘟两声闷响, 大汗头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身子一软, 冲了血的眼珠子, 猙獰的脸, 逐渐向我压来, 探块擦着我的手背滑落, 烫了几个泡, 身后, 江正出攥着铁棍, 脸色铁青, 后来, 我坐在警察局, 隔着玻璃, 看妈妈失声痛哭, 本来是要撕票的, 幸亏另一个孩子跑出来通风报信, 被接回家后, 我很久没有开口说话, 后来, 随着记忆渐渐模糊, 状态才逐渐变好, 门外传来嘈杂声, 我捂着耳朵, 蹲在角落瑟瑟发抖, 昔日的噩梦, 不断在脑海中重演, 我耳鸣了, 什么都听不见, 光当两声巨响, 大门被人撞开, 强烈的光刹那投入室内, 四眼夺目, 黑影站在光里, 高大挺拔, 我脸上挂着泪痕, 盯着它越来越近, 距离近到足以看清人脸的某一刻, 记忆中猙獰的面孔, 突然被江正出挂了彩的脸, 撞得粉碎, 他眼神犀利冰冷, 带着一种嗜血的冷意, 我抬起头, 带着哭腔, 喊了声, 哥哥, 下一刻, 落进一个人怀里, 他紧紧抱着我, 绵绵, 哥哥来了, 不怕, 这次不会丢下你了, 江正出带着我走出去的时候, 几个大男人正被警察按在地上, 周围的警察似乎对江正出很有意见, 江先生, 有我们警察在, 你用暴力解决问题显得不太明智, 江正出点点头, 抱歉, 我的错, 他把我领到车前, 细心地替我抹去脸上的浮灰, 身上有地方受伤吗? 我摇了摇头, 就听歹徒嘴里含着土, 乌拉乌拉地喊, 你个臭婊子, 就该把你手剁了, 江正出神色不变, 替我离好凌乱的头发, 温柔地笑着, 乖, 在车里等我, 说完, 就看着江正出头也不回, 冲着那几个人走去, 我以为他要去跟警察交涉, 结果这边还没关上车门, 那边, 隔着半米远的距离, 江正出抡起胳膊, 众目睽睽下, 一拳头狠狠对在绑匪脸上, 然后江正出就被一起带回了警察局, 由于警察拦得及时, 绑匪没出现生命危险, 江正出只是被口头教育了一番, 就被放出来了, 从警察局出来时, 天色僵晚, 我从便利店回来, 手里拎着窗壳贴和棉棒, 江正出照就冷着脸, 眉眼压得滴滴的, 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敲着二郎腿, 夕阳从背后照来, 拖出长长的身影, 我走到他面前, 拿出点符棉签, 消毒, 江正出抬眼, 抿了抿唇, 顺从地凑过来, 主动将伤口贴在我举着的棉棒上, 手则拦住我的腰, 轻轻拉撒, 下次不许再打架了, 我低声嘱咐, 嗯, 江正出硬到一半, 豁然抬眼, 眼底碎出点点惊喜, 绵绵, 你, 我什么, 江正出突然将我拉过去, 摸了摸我的脸, 你说话, 正常了, 我看着他额头青紫的皮, 嘟囔了句, 都想起来了, 你就过我两次, 没什么好害怕的, 他捏着我的手指, 眼底闪过挣扎, 对不起绵绵, 如果我当时再快一点, 已经很快了, 真的, 傍晚的风清爽温柔, 吹起了我的头发, 江正出就这么盯着我, 一直笑, 我被盯得心都乱了, 不得已转移话题, 这么多年, 你是因为愧疚, 对我好, 还是因为喜欢我, 江正出眼都不眨, 因为喜欢, 哦, 哦, 我处理完伤口, 两手一撑, 跟他拉开距离, 你喜欢我, 所以看我给你写情书, 写了三年, 江正出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空白, 我继续道, 你喜欢我, 还注册一个假ID欺骗我的感情, 绵绵, 我, 我心里的火花在滋滋作响, 一种名为吵架的快乐, 在我的心里炸开了花, 对, 就这样, 让他忍了三年, 终于等到了我嘴皮子便溜的一天, 从来没在嘴皮子上输过的江正出, 这一刻哑口无言, 像个傻子一样, 绵绵, 你罚我吧, 我认错, 随便你怎么罚, 我都认, 我眼睛一亮, 什么都随便, 随便, 我巴机亲了他一口, 那我们回家, 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了路口, 我拉开车门, 突然发现不对, 呃, 挡板怎么, 江正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 把我塞进车里, 紧随上车关上门, 扯掉了领带, 开始吧, 江正出俯身亲了我一口, 不是说随便罚吗? 哥哥就在这, 随便, 我不是说这个, 你误会了, 他没给我辩驳的机会, 将我的话全部堵在了嘴里, 这一刻, 我终于知道世界上还有个词, 叫以退为进, 程序员的暗恋终止于某天清晨, 我和江正出从一辆车上下来, 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抽了, 在公司门口, 低头亲了亲我, 啪哒, 前台的笔掉在地上, 江正出似乎怕他还不清楚我们的关系, 敲了敲前台的桌子, 好巧啊, 你也这么早上班, 介绍一下, 这是我后妈的女儿, 也是咱们公司未来的老板娘, 真不好意思, 让你看见我们秀恩爱了, 因为这句话, 我在他办公室躲了整整一上午, 避开了一群八卦的同事, 中午, 江正出忙完, 突然把我拎起来, 打开门, 对着众人宣布, 今天提前下班, 给你们放半天假, 欢呼声差点掀翻了天花板, 什么好日子啊, 我和你们老板娘的大日子, 江正出今天订了个餐厅, 位于二十二层的大厦, 电梯一看, 整座城市尽收眼底, 餐厅里空荡荡的, 只有一束巨大的玫瑰花柏在中间, 江正出说, 绵绵, 昨晚我梦见我爸了, 嗯, 他说, 让我给你找个好人家, 老公要体贴温柔善解人意, 后半生不能受欺负, 不然死都不会放过我, 我眨眨眼, 听得一头雾水, 江正出从花束里摸出一枚戒指, 经过深思熟虑, 我觉得我挺适合的, 江绵绵,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盯着他, 慢慢地笑开, 伸出手, 我愿意, 求婚成功的当天晚上, 我也梦见了后爸, 他似乎挺不愿意, 梦里追着江正出打, 你他妈, 你他妈, 你他妈的敢打他的主意, 你个小畜生, 江正出愣是一声没坑, 挨了好几闷棍, 逐一打都打了, 您多打几棍出出气, 但别过分, 我还得早起送绵绵去毕业典礼, 我妈在旁边笑开了花儿, 老江, 孩子们高兴, 你就别生气了, 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 妈妈临走时, 摸了摸我的头, 以后我跟你爸不在, 你和哥哥要好好的, 放心, 这桩婚事, 妈同意了, 后来我好像哭了, 大清早被闹钟吵起来的时候, 眼睛都是肿的, 我努力把那个奇奇怪怪的梦抛在脑后, 江正出已经穿好了衣服, 绵绵, 今天毕业典礼, 衣服在外面, 我们要出发了, 六月的清晨,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我穿着礼服, 高高兴兴拉着江正出坐进车里, 他弯腰的时候, 醋了醋眉, 我问, 怎么了? 他若无其事地坐进来, 没什么, 昨晚被人打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